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你说你觉得有委屈 我们聊过这个事 他是希望爸夸他的 我来讲我另外一个观点 我爸走的时候呢 我就很后悔我没有跟我爸说我爱你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 就是不要讲 不要表达这个感情 所以我从来没跟我爸说过我爱他 那我爸车祸过世以后我就后悔了 我觉得我太吝啬了 我要是跟他说一句爸我很爱你 会怎么样呢 我全按我自己的来 所以我爸走的时候 他不知道我这个小女人是很爱他 所以在你可以不遗憾的时候 你可以让别人更快乐一点 或让别人也不遗憾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 不要按你一个人的来 是融入两个人的方式来的 当然我要的东西真的太肤浅 但是我即便我要的东西那么浅 可能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要到过 因为我爸就是你这样的人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 我当现在都不知道我爸爱不爱我 因为我没跟他相处过 他相处过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你以后跟米莉 你一定不要这样含蓄 你跟我就算了 我跟米莉不会啊 爸爸跟女儿哪会这样 但你也要把我当成小女儿 把你妈妈当成小女儿 你要去表达 因为我们是永远长不大 我们是两个老少女 我们是希望被赞美的 你也知道你妈爱听好话 都是爸爸的事吗 你想到你爸了 对 我爸在临终的时候 我爸说了这两句话 我现在一想就哭 但是老姐 我这一辈子 我最自主的就是有一个好妻子 和四个好女儿 其实我爸爸这个人 从来不爱表达什么爱呀 但是他只要说这句话 我们全过分 他说完这话以后他就闭呀 所以我现在一想到这些话 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所以啊有什么话要说 如果能当下就把他给说了 干嘛等到最后呢 万一来不及呢 但是如果我老爷 在平时都说完这些话了以后 又怎么能有这么深沉的爱 让妈妈现在受伤 我们所有人都动容呢 我们还是没达成共识